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一手创办湖南顺通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的资产已上千万 而就是像一个成功的企业家 在自己即将退休的时候 他却在为自己的接班人而发愁 他唯一的儿子刘天健正当盛年 能力也很强 明明是接班人的不二人选 也是唯一的人选 可是他的儿子却撂挑子不干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诸州里林市郊 几间烧险破旧的厂房静静处理 红砖瓦 大烟囱 斑驳的墙面年代感十足 但这家有些破落的公司 在当地却是赫赫有名 而更为人津津乐道的 则是公司的掌门人刘明春 您有几本专利书啊 这个有七本吧 一二三 四五六 还有两本 吃哪里去了 吃压力 我忘记了吃压力 有六本是吧 今天还有一本七本 加上还有两本 一共九本专利书 对 这都是您个人的是吧 对 您这个厂子 都是您自己一手办的 那是我一手办的 我办这个厂 也没外面请高级工程师 也没请 高级工程师也是我 助工的也是我 张老板的也是我 我是那么一起办进来的 出生于1952年的刘明春 小学四年级后 就没继续上学 这个没有学历的老人 通过自己的努力 白手起家 获得过九项专利 一手创办了这家 资产上千万的企业 在当地堪称传奇 事业蒸蒸日上 花甲之年的刘明春 想到了隐退 回乡下一养天年 可作为企业 唯一接班人的儿子刘天健 却成了他最大的烦恼 因为我是不想他当飞机 我那天晚上听着他当飞机 想算了以后 那天晚上我就不回家了 我藤里面有房子 我就去了藤里面 去了两个月 买回那个老家 生气了是吧 我就生气了 刘明春大半辈子 在商界摸爬滚打 凭着一身铁骨 打下了这千万资产 刚想退休 可唯一的儿子刘天健 竟然一声不吭的 回家乡当了一名村官 这以下 气得刘明春 两个月不愿跟儿子说话 他不是当飞机的 他当飞机不能抓 他很多在工作上 他不到要求 我知道他 他因为他没有去冷藏 待过多久 他11岁就去去了 回来还得当教练 武肺教练在外面 待了这么多年 他自己不费做冷藏工作 好 他的思想就会老是规定到那个冷藏工作上去 他就会把船里面的担子就甩掉了 刘天健11岁那年 就被父亲送到了河南学武 为的就是锻炼他的性情 回来好接班 对于这个唯一的儿子 刘明春寄予了极高的希望 可他却见走偏锋 做出了这个令所有人都想不到的决定 一个习武出身的富二代 放着家族事业不管 为何会选择回家乡当一名村官 他这样做 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竹花山村 位于湖南省株洲市 李陵市板山乡 位置便利 风光秀丽 这时 村里一角的一阵喧哗 吸引了我们的注意 你还起来了 你包身家夹着 我不跟你说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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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你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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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时两位村民正在为了一条小水沟 争得面红耳赤 气急败坏 乡村田野中 人声犬吠声齐齐上阵 这样画面竟有些莫名的滑稽 而夹在两位老人中间 左右安抚 不断苦笑的黑衣男子 正是我们要找的奇葩村官 刘天健 我的意思就是从这里挖一点沟 轻一点点沟 这也不会影响到旁边的人家 轻一点水沟就顺着下去了 就免得冲到这边了 三年前 39岁的刘天健高票当选村书记 而那一年 他也成为了诸州李灵市最年轻的村书记 相较于管理上百人的家族企业 处理村中大小琐事 刘天健似乎更乐在其中 这样的选择让家人不解 让外人同样也觉得非常奇怪 村里大大小小的路 都会走上一走 一遇到有问题的村民 他都会发出招牌式的爽朗笑声 热情解答 一个堂堂企业接班人 好好的老板不当 为何甘愿待在村里整天 家长里短呢 刘天健说 他有一个心病始终难解 最后他带领我们 来到一处破败的房子 一眼看去 这栋老屋不避风雨 破败不堪 可仍旧有人生活的痕迹 究竟是什么人 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 刘天健口中的猛子 又究竟是什么人 他和刘天健当村官 又有什么关系呢 你看他住的地方 好来来 你看 电油 电还是有 电还是有 你看这是 这个房子基本上已经是 很微凡了 这是我们跟他 你看 这是去年年底 跟他搞了一个瓦 跟他解析了一下 现在他们解析 我都不敢上去 因为这个房子 你看这都是土砖的 上面的瓦都已经是新换过的了 这是去年年底换的 这个地上的都是以前 睡碗 对 这个房子能住人吗 现在没办法了 现在他就住在这里 屋内 木制的房梁裸露在外 破碎的瓦片散落一地 多年的风雨 将它摧残得摇摇欲坠 这间老屋 原始竹花山村卫生院 现已废弃多年 刘天健口中的猛子 名叫帅孟泉 一直独居在此二十年 那么 帅孟泉 为何会独居在这荒凉之地 刘天健难解的心病 又究竟是什么 这就是弱势群体 没办法 确实他这个地方 没办法住了 很危险 我整个担心 他有一天会垮下来 虽然他是个弱势群体 但是他是一条生命 我们也值得尊重他的生命 一盏黄灯灯的灯 是这间老屋 唯一的光源 几床破败棉絮 布满屋渍 几乎看不出原本的颜色 桌上的残羹冷制 也不知隔了几页 花甲之年的帅孟泉 就这样生活着 看到这些 刘天健心里 说不出的滋味 这是没解决的 这是内心一个最遗憾的事 别的是我村里面 都安排得比较可以 但是这个事 我一年多都没解决 一个普通的独居老人 一个奇怪的企业接班人 他们萍水相逢 他们非亲非故 刘天健所说的心病 到底是什么 他撂下家族企业 整天在村里忙活 究竟为了什么 他这种异于常人的选择 又和猛子 有何关联呢 刘天健出生在一个大家庭 奶奶刘凤英 生育了八个儿女 四代同堂 全家上下四十二口人 十一岁那年 他和姐姐李英姿 被父亲送到了河南学武 接下来的十年时间 他都是在武校度过的 2008年 他回到诸州市 当起了武术老师 又过了七年 他听从父亲的安排 回到了李林市 帮助打理家族企业 从小到大 刘天健都十分听话 行为处事 也十分老练成熟 作为家中唯一的儿子 他是刘明春的希望 也是整个家族的希望 而就是这样一个 前途大好的未来企业家 却跌破众人眼镜 回乡做了村官 刘明春想不明白 从小都十分听话的儿子 唯独在这件事上 和他唱起了反调 那么刘天健 究竟为何要撂下资产 千万的家族企业 走向了乡村田野 他口中的猛资 又究竟和他 有着怎样的渊源 几日阴雨后 天空终于放晴 失踪多时的帅梦泉 终于回家了 一到雨天摔梦泉都会出去躲雨 而每次出去躲雨 也都是他赚钱的时候 方圆几十里 只要谁家有白事 他都会走上几个小时的山路 去举花圈 吹索呐 赚个十几块钱 顺便打包一顿饭菜 等雨停了再回来 你要个大塌子 哪个孩子吧 男个人 孩子要男个人 在男的了 男个人 你问你管我最是吧 光这叫不冷啊 不这么烫 师傅吃了我的 这个是哪一天吃的饭呀 今天吃的饭 今天吃这个啊 嗯 那今早上呢 今早上你干什么呢 中午吃的啊 中午就吃这个东西 米饭就是这个 米饭的 明明屋内阴冷潮湿 衰猛拳却光脚穿着一双拖鞋 明明已到午饭时分 桌上放着的 还是昨日打包回来的残羹冷制 不合身的外套 卷起的绣角 破落的屋顶 发霉的家具 这个可怜的老人 成了刘天剑 最放心不下的牵挂 而这个摇摇欲坠 四处漏雨的房子 也成了他 最大的一个新兵 这是来年去的北京啊 好久的了 什么时候嘛 哪个年呢 七五年去了 七五年啊 还去了一趟北京啊 七五年是吧 你还在上班是吧 不是的 他在宣传里面得个修论 这是哪里 在白金得过 在我去呢 在我去得过呢 不是在白金得过了 十块钱啊 十块钱啊 为什么想着要找一张这样的像啊 这个呢 有移民修论 移仙呢 有移仙呢 在这个世界上 他是否还有亲人 他的命运 又经历了怎样的波折 哥哥不管你啊 不是的亲的 不不 不是的亲的 不是第一亲的 他是 他朋友给他念的 哥哥为什么不管你啊 不管 他哄着手了 他不听我接进去 为什么呢 他有一金 等我有一金 二十年前 帅孟泉的父母相继离世 而就在本村 帅孟泉还有一个 同父异母的哥哥 帅明清 兄弟俩相隔不到五百米 可就是这区区几百米的距离 却成了一道 二十多年都无法跨越的鸿沟 明明是血脉至亲 面对弟弟的遭遇 帅明清 为何会置之不离 如今的帅孟泉 一道花甲之年 生命走向了衰败 这间破败飘摇的老屋 又该如何庇护他的晚年 刘天健决定 一定要为帅孟泉 寻求一个安身之所 带着他前往了帅明清家 见到刘天健的到来 嫂子并不意外 她热情地领着我们进了屋 而大门外 帅孟泉有些迟疑 怯怯地迈开了步子 其实我的目的就是 还是古兵 还有驱舍体 很多的确实驱舍 还是不满好 对吧 对 我的还是 大家一起来努力 吃过吃过 好不好 包括沙飞 一起来努力 来捕运筹 来改决 去去 我的不是安静的满好 对吗 好的行李 不是一摟雨 什么的 就是解释 什么的 还是不行 我就对 好不好 不是别 什么的 这个是弟弟 这个弟弟 对 同父的 同父一母 同父一母 对 这些年他一直住在那个破房子里头 您应该也知道 对吧 我知道 环境不好吧 您看过吗 我知道的情况 您知道情况 刘天健说明了来意 老乌摇摇欲坠 解决帅孟权的住所问题 已经成为了当务之急 而帅明清听着 却说出了一段前尘往事 他本来 我父亲在定职场 里面定职场 他父亲在职守单位 他父亲 他才修了 他就定职 在那里去 但是是个比较好的方案 是这样的 我那个位就 不要操心的 定职场 对他就 退学到过了 因为我父亲是经坛里面了 这坛里过了几年了 过了五六年了 他在坛里面要搞瘦的 他在坛里掏那个坛里面的东西 到球坛里面 一个灯关球堂 他就把精神脱光 他就散腰 帅家父亲曾是李灵氏电子厂的元老 他离世后 小儿子帅孟权 顶替了他的职位 成为了那个年代 人人羡慕的国企职工 但谁也想不到 工作的短短五年时间内 帅孟权做出了许多 常人无法理解的举动 最终被辞退 帅孟权为何会表现得如此异常 本事大好的一片前途 为何会被他自己亲手断送 刘天健听着 有些讶异 又似乎早已意料到 以前他总想 为何村里人都对帅孟权避而远之 直到这时 他终于知道了答案 可是既然帅孟权 存在精神上的缺陷 哥哥又为何 不管这个弟弟呢 我带回来那一清 那听着很多 还有一些老娘 他都说 他们是喊我的小孩了 他们人人都说 我父亲的同伯伯 他说 你不从他底下 你去了门吗 你对得起 我们对起来吗 我就让他生了他两个矮光 那个守护 给了很多人 那个守护 他就多一个矮子 我的事不要遗忘 这样的 就好 把他那个钱啊 什么东西 都拿去了 全部给他们吧 他们在那里 他里面 他不仅是他们 他之前是我了 他们回来以后 哎呀 兴起了一个 不知道多大的风波 像我把他的情 打了 一场误会 二十年光阴 帅明清赌气不再过问地底 兄弟之间彻底端了往来 可帅梦全 这些年截然一身 常进人间苦楚 刘天剑不愿放弃 继续劝说着帅明清 是是 这种行不过的 把他一个什么梦子去去的时候 我都等我去 不得情 接着 等他去过的 什么钱 你那一百万 那一千万给我 刘天健苦口婆心 费尽口舌 甚至表示 如果村上的补贴不够 他愿意自掏腰包补贴房租 可话音刚落 率明清想也不想地拒绝了 二十年的心结 不是那么轻易就能解开 况且他也已到古希之年 对于这个弟弟 他爱莫能助 一直坐在屋内的率梦泉 听懂了 没有说话 转身离开 长长的小路上 帅梦泉穿着拖鞋来回躲步着 他似乎有话 却不知该怎么说 刘天健心里五味杂陈 忽然他灵机一动 有了一个主意 就是这个房子呢 他以前也是个单身人 当身人他以后 政府呢 就给一个项目给他呢 就包括他们家里 一起建了一个房子 建了一个房子以后 这个人过世了 因为突发性心脏病 过世了 过世以后 这个房子一直闲置了 闲置了呢 但是我就有个想法呢 就是说 把这个房子 跟他租过来 不买租 租过来以后 让那个帅梦泉呢 他就有租住权 就是说 他在有生之年 可以租这里 做了三年村书记 刘天健对村里的 每个五宝户 都再熟悉不过 眼前之间平房虽小 但却能为帅梦泉 遮风避雨 如果李家兄弟同意 这道不失 为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案 那么 李家兄弟 会答应刘天健的 这个提议吗 哦 哦 你叫我 我等你去 我去老月面 你老婆老月老月 老月我就到家里找 你好吗 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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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次来了 第三次了都 已经关机了 可能还是对这个事 他们家有一定的顾虑是吧 对 就是因为摔伯伯他的思维也跟不上不 就是他们家人也是担心 他住到他们这一块来以后 控制不了他 刘天健三顾茅庐却屡屡碰壁 他大概猜到了李家人避而不见的意思 为了摔梦拳他不厌其烦地奔波 费尽口舌地劝说 换来的却是一次次地拒绝 他有些挫败有些失落 接下来摔梦拳的前方又将会是一条怎样的路 他又能否帮助他找到归宿 如果不是因为疾病 帅孟拳的人生本来能有另一种可能 他可以在人人羡慕的国企工作 娶妻生子修建新房 然后安享晚年 但如今他却食不果腹 衣不蔽体 甚至连一个遮风避雨之处也成了奢望 越走近帅孟拳 刘天健的心里就越不是滋味 为此他奔波无数 费尽心思 甚至自愿掏腰包 为他垫覆房租 可是却屡屡碰壁 遭遇冷脸和拒绝 但是刘天健仍旧不愿放弃 他决心一定要为猛子找到一个安身之所 一个普通的独居老人 一个奇怪的企业接班人 刘天健对猛子的归宿为何如此执着 两个安置方案都无疾而终 猛子的未来又该怎么办呢 习武之仁 在讲比较义气 是比较重的 所以相对对我现在的影响来讲 我觉得影响还是很深刻的 十年习武生涯 刘天健的骨子里有一股狭义之情 2002年他从武校毕业后 回家做了一名武术教练 所谓行侠仗义 放在现实的生活中 他屡屡感觉英雄无用无之地 后来他从奶奶那里 受到了很大的启发 这是奶奶在北京的照片 这是奶奶 对奶奶这是姑姑陪她去北京 很精神 是 因为奶奶她也是很有善心的 愿意很多帮助人的 所以她以前我们在小的时候 就知道她 经常去看那些困难户 无保户 那个时候就买点肉 拿点油 或者拿点米 奶奶一贯乐善好食 村里谁家接不开锅了 奶奶就拿着家里的米送去 村里的水出了问题 奶奶就让出家里唯一的水井 夜不庇护 24小时供人取水 2015年 奶奶离世 此前她的身体极度虚弱 必须卧床 可她却瞒着家人偷偷出门 因为奶奶那些年 一直牵挂着一个人 到最后她年龄大的时候 快80岁的时候 她的身体就有点吃不消 走不动的时候 她还偷偷摸摸 坐摩托车去 坐摩托车去送 证明我们知道以后 我们就不让她坐摩托车了 所以我们就接着她的班 一直在行山 是这样的 流天见记的那年 80岁的奶奶 已行动不便 还坚持要坐摩托车 去给那个人送肉 病重之时 却还心心念念着 那个人的一日三餐 奶奶走了 那个人却成了 流天见的一个心病 让她无法放下 而她 正是村里的独居老人 帅梦泉 乡间的雨 稀里里的下着 好像永远也不会停 流天见有些不放心 来到了帅梦泉家 乡人 落过了个雨 我喊就听 过来没有停 我十一个 啊 你没有停 我没有停 我落过了个雨 干嘛 你给你多结诗 是结诗 那个土都不怕 等我踏子就撞下了 给大家就勾 那时候有个搞 过时还是不行 我过时就不 过时就需要 你没听 我听 等我踏子就撞下了 等我踏子就撞下了 等我给你打一拢 你可以 一到雨天 摔梦泉的家 就像一个漏洞 满屋满地都是水 要是再遇上停电 像黑夜一样的白日 就更加难挨 我问你 为啥你又不肯孩子 我说那雨天天气比较难 为啥你又不肯孩子 你肯的孩子啥 孩子结十个 孩子结十个 大事 你给你做个拔 这个我成雪 他不想留 留你把雪 你去吧 你去接六吧 接不留 穿银子就紧了五吧 还不紧 别人叫 摔梦泉的脚上 还是那双黑色拖鞋 只是多了一双 不同颜色的袜子 几个破洞 让这双脚 看起来更加窘迫 刘天剑有些心酸 这大概 又是哪家穿过丢弃的 他转背 默默去了车上 这双黑色拖鞋 这双黑色拖鞋 还要重新鞋 还要重新鞋 他听长了 就可以拖鞋 好吗 好 吃个油 喝个酒 对吗 对 请拖鞋 可以拖鞋 拖鞋 拖鞋 帅孟泉听话地将鞋穿上 大小刚好合适 这么多年了 没有谁关心过 这个偏僻一脚里的他 有没有穿鞋 可这双鞋 不仅给了他温暖 还有尊严 雨越下越大 刘天健叫着帅孟泉 上车避避雨 根据国家政策 孙孟泉可以入住 政府免费设立的敬老院 而这似乎也是刘天健 目前能想到的 最适合他的归宿 可帅孟泉听后 却连连摇头 我啥都不去的 我昨天我得吃油 我今天先能几个斤几个斤 昨天我得这斤 你先能几个斤 那三个斤还是肥药 是不 你说你不要回去就能斤 他说你去 你不就回去了 你咋子说你小咋子 他不就回去 他妈自己给他趁家 我吃油一些 你吃油一些 你上这个我去不行啊 哪个你打 你觉得你夸了 你都不打开去呗 你应该就哭不了 我都瞧你 你还给他不胆呗 你给他胆呗 我都不得给你 给他胆呗 我吃油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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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十岁的帅孟泉 有时像个孩子 对于他来说 自由最大 几十年的独居 他习惯了孤独 他还想着 趁着自己能动 就多赚一点钱 刘天健听着 没有再勉强 岔开了话题 要买人陪我 要陪我不了 买一个人陪我 你们听不 我哭一点 说一点 你们听不 我去听不 这种人都是想家 是不是 都是想家 都想家 你为什么不成家呢 成不了啊 我自己买的年龄啊 都是讨饭 这个家呢 就饭子不留 饭子很爱 一定可以 是不是 我忙 我忙 好的可以 是不是 记忆 早和红尽 可以的 常是哭的我 就可以的 不留 就可以的 就是个是个 饭子 窗外雨水 滴答落在车窗 车内水汽阴晕 竟有一丝温情 帅孟璇不会表达 嘴里来回嘟囔的 就是那几句话 但在这个世界上 只有刘天健懂他 懂他 渴望被放在心上 渴望有一个家 连日阴雨 帅孟璇一直说自己头疼 刘天健决定 带他去医院看看 主要是韩式 这个人家学习高 是因为这个 学习稍微有点高 所以学习稍微有点高 所以学习稍微有点高 有点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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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他们又翻了 不能那么不走啊 老他们关学不走啊 引起来的 他说是有个 有区域 有区域 大家在学习稍微有点高 就区域了不 在刘天健心里 照顾帅孟璇 不仅仅是他作为村书记的职责 更是奶奶教给他做人的道理 人活在世上一辈子 就要说好话 做好事 存善心 好在 检查过后 帅孟璇除了血压有些高 身体并无大碍 医生建议 让他先住上几天院 你不是婚人家婚人 你都你这个的吧 是 我都表示你个不 你们是婚人这个的 这个是报警的 要不就洗澡 知道吗 你把爸爸留脑 要不就洗澡 洗救命 帅孟璇是无保护 在乡镇卫生院住院打针的费用都可以报销 这几日下雨 帅孟璇可以在这儿调养身体 还能避避雨 而与此同时 对于帅孟璇今后的安置 刘天健 还有一个想法 是说这是我们刘家的一个池塘 一个池塘 对 这是主人 我们刘姓的 但是我是有个个人想法 就是说 如果他那个房子倒了 没有地方住住了 我倒是跟主人商量一下 先安排在这里 看看能不能先让他住一下 因为这起码可以遮风避雨 对 还是有一个房间 对 对 这里有房间 他这起码住下来的 还是可以遮风避雨的 对 这间祠堂 是奶奶生前所建 而今后 这也可能会成为摔梦拳的家 在这里 刘天健会铭记奶奶的遗训 继续将善心延续下去 刚开始的时候肯定是有点像我们的 每年都拿那么多东西出去 什么东西都还要耽误那么多时间 对吧 是有点像不像 不过我觉得这么长时间以来 也看看周边的人 看到有时候我自己也跟他一起去 有时候我们去送钱或者送物的时候 有的老人 看到我们真的是他们眼里都有泪水 做得很好 他为什么他现在做的这样 我要赞认他做得好呢 一个是他办了这么多事 他也很尊敬村上的老人啊 青年人啊 他对这些人有困难的 他还是很帮助 这个 这个我说很满意 2002年起 每年三节 刘天健都会去看望村里的五保护 当村书记的这三年 他把全部的热情和心血 奉献给了竹花山村 他坚持做善事 一做就是15年 他的热情执着 深深地感染着 刘家的每一个人 去年进来 去年 去年 超平呢 他跟修正 超平也是 这边这边也是去年进来 都是去年 都是这一户人啊 去年也进了 这户人就帮了很多人忙 修正都非常感谢他们了 就跟你们一强之隔是吧 对一强之隔 特别是得不报复 就是去老年 每年三节都是我陪着下去 就是我里面三节来过 在这三节 每年一年三节 新的家 还有没有台 都是他的女孩 都拉过 还有婆婆 都拉过 都拉进来 每年三节都会来 开什么 对 三年前 村里的路修好了 本已荒废的老年人 活动中心 修缮一新 连破旧的村小学 也建起了新操场 盖起了新房子 刘天健说 不管今后 是否当村书记 他会继续将心中 这份热情和力量 传递下去 传递给更多的人 其实刘家这个大家族 从上到下 都十分注重家风传承 奶奶一生奉行 说好话 存好心 做好事 父亲恪守 不做坏事 多吃亏 多帮忙 儿女们勤奋创业 回报乡林 连续三十年 走访慰问 村无保护和高龄老人 几十年来 一家人不但热心 村上的公益事业 而且长期照料 附近的贫困群体 被称为乡里好人 而正是这股良好的家风 让刘天健学会了 勇于承担 甘于奉险 2016年12月12日 刘天健家庭 被评选为 全国第一届文明家庭 在北京受到了 习总书记的接见 而从北京回来的刘天健 只是笑笑地说了一句话 做一件善事很容易 但坚持做 做一辈子却很难 而我一定会坚持做一辈子 这份情还依旧 笑与泪 有没有缘由 爱与恨 有没有尽容 轻易无价值 爱无需理由 寻找一个渡客 寻找一个渡客 把自己收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